一半的同學是本來就救生的 一半所以我們 這門課有一半是救生 有一半是從那個 勞工大學網站上看到的 然後呢有6%的 是從網路部落格得知老公開課的 所以這個這個比例上來說 救生還是為主 有一些是從網站來的 OK 好那也有一些是從網路上知道的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們這一般的電腦程度一半 是 也是一半剛好就是9個 5年以上的且工作以電腦為主這是 一半然後呢 有比較高階的10年以上的那這同學應該 程度算應該還不錯的 那剛入門的也有所以這個還是比較集中在中間這個區塊 這兩個區塊那如果說你是填這個同學 可能 可能有些地方好你可能就是說他稍微說 這個這個 包含一下就是或者是稍微 教一下你旁邊同學怎麼樣 入門同學可能要稍微回去多努力一些些 我們在原則上以這個 中間的同學為主 那OK 再來的話呢 上課希望以哪部分 為主 有 最多的是33這部分 網站實例 OK 再來的話是前面 這個 基本的語法控制項的使用 其他有像 是語言 C sharp 這個語言語法 雲端 這一塊 其他其他 我看一下 OK 另外的話 曾經上過的課程 只要哪部分為主 發現 SS 跟VB 這部分是最多 資料庫 跟VB 好像大部分同學都有概念 這還蠻好 因為 其實如果你學那個 ASB 你學過 VB 來銜接 其實非常 非常的 快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根本就是同一家公司的產品 所以你會發用起來很 類似 那只是說 VB的語法跟 C sharp 還是會有差別 那差別部分的話 你就要特別了解 那這個部分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C sharp 真的很像Java 等於是你就 跨如果說你要 再跨進到Java 領域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C sharp 切入 也是不錯的 那其他還有像 SS 資料庫 其他比較多的 像Enjoy 這部分同學蠻多的 上學上過 像VBA 這也是一個熱門 所以現在好像 趨勢上面看起來 大部分同學 還是主要是學 學過 這些舊的 那目前VB 或VB 這個 市場需求 已經慢慢不在 有的話 不會再招新的 大部分都是舊的 專案 去做maintain 工作比較多了 通常不會在開發 用VB Darnet 來開 開發比較少 除非是一些 公家機關 OK 那 選客動機 這地方的話 自我成長比較多 然後 興趣的也蠻多的 蠻不錯的 然後 業務需求 實在潮流 不能不學 反而是 業務需要的 這 這 這應該改一下 剛好需要 ASVDarnet的能力 這一位同學 所以大部分同學還是比較是 比較進取的 因為在職場上 你會發現現在 你如果不再進修 你會很快就被淘汰 這個壓力越來越大 不像以前 你們那個 你們上一代的 父母親那一輩 真的可以一個工作 就可以做到退休了 就是完全不用更新 就學一個就好了 不用像現在 你光學一個技能 學沒有多久 又可以新的東西出來了 你又不去充電的話 很快你就要 要被淘汰了 單身班長意願 這個 94 有一位同學沒填量 OK 所以大家 那這個當然 我變成我要使出 第二招了 就是 這個沒有 那就變成說 等一下用一些方法 那是否有購書意願 那這部分的話 78的同學 那有四位同學 是不是有自己有 有其他管道 如果有其他管道 那也OK 因為現在買書的管道太多了 OK好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的 一個 一個一個結果 那可以看到 大部分同學的 一些相關資料 我大概回去 稍微 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大家的學習需求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用雲端 雲端硬碟的那個表單上面做出來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稍微了解一下 那當然這個也是所謂的互動式網頁 其實 我也可以用 ASB database 來寫 只是說有的時候 有一個小東西 你要做一個 ASB database 出來 真的殺機 用牛刀 太麻煩 反正用雲端硬碟 兩三下就做完了 當然我會選擇用雲端硬碟來做 OK 這是第1個 那第2個的話 再來 就是 這個 我們 如果沒有 選出班長 所以我也想了一招 就是乾脆這樣 我們再來投票好了 那首先的話 這就稍微麻煩一點點 那 然後 我們來 你們來